她是2014年最出名的女大学生 扬年只嫁五千万富二代 以后两人的孩子 如果是儿子就上西点军校 若是女儿就去哥伦比亚大学 如果以上心愿都无法实现 那将是对她性格外貌灵魂的浪费 那么这位女大学生到底哪来的自信和勇气 如今九年过去了 她如愿了吗 百度一下周兰军 获取更多相关故事 2014年 一位名叫周兰军的女学生 一度成为了热门人物 众人纷纷唾骂她为拜金女 原来在当年 还在上大耳的她 不顾身边人的反对 参加了地方台的一档相亲节目 周兰军扬言 自己不论是从外貌性格还是学识 都应该找个富二代 如果没能如愿 那将是对自身优越条件的浪费 此外她还表示 其实早在上节目之前 就在红娘那打听过 自己的条件可以随便找个 有两千万资产的富二代 但周兰军觉得 以自己的外在优势 找一个五千万资产的 也不足为过 得知她惊人的 择偶标准后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如果这段内容播出去 周兰军将会被全国观众驼马 见工作人员有些为难 周兰军则坚定的表示 自己不会受他人言论所影响 让节目组大胆转播 不用特意做剪辑 那么长相普通 学历一般的周兰军 到底哪来的底气 非富二代不嫁呢 周兰军出生安徽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在当地一家国籍上班 母亲也有一份稳定工作 虽然原生家庭谈不上富裕 但也算小康 周兰军从小学习成绩就十分优异 是学校里的三好学生 读书期间 他先后获得过 世纪中文大赛的一等奖 英语精赛的二等奖等荣誉 是街坊邻居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高考结束田志愿的时候 周兰军本可以选择名牌大学 但他却偏偏选择了一所 浙江的普通大学 当被问及原因时 他坦诚的表示 听说浙江经济发达 富商多 在这里读书 遇到富二代的几率就会变大 所以周兰军 宁愿放弃其他地区的211大学 也要来到浙江读书 听到这里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既然原生家庭也不差 周兰军年纪轻轻的 为何就有嫁给富二代的志向了呢 原来早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因为父母没钱给老师号出费 所以周兰军经常被老师穿小鞋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 自己与有钱人的差距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周兰军就立志做一个有钱人 如果无法实现 那就直接嫁给富二代 如今离他上节目 已经有9年时间了 周兰军的愿望实现了吗 非5000万富二代不嫁的周兰军 在2014年的相亲节目上 先后遇到了三位相亲对象 第一位刘某 确实是资产上益的富二代 但他并不喜欢周兰军 觉得他思想有问题 第二位相亲对象 名为皮皮鲁 不仅家里有钱 还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大帅哥 周兰军对他十分满意 还没等聊上几句 两个人就因为意见不合产生了分歧 想做豪门儿媳 那你会琴琴书话吗 对此周兰军则回应 虽然现在自己还不会 但以后嫁入豪门后就可以学 随后两个人又因各类问题发生争执 没办法 皮皮鲁只好以有事为由离开节目 第三位相亲对象多恩虽然不是富二代 但也是年薪几十万的经理 但周兰军却觉得对方学历低 没涵养 最终结束了此次相亲 节目一经播出 观众们都开始谩骂周兰军是败金女 好在当事人心理承受能力较强 没有受到舆论的影响而自暴自弃 那么如今的周兰军发展如何了呢 他有没有嫁给富二代呢 毕业后周兰军来到厦门工作 并开始创业 如今的他早已经放弃了嫁给富二代的想法 而正努力奔跑在成为富一代的路上 这可能也是一种成长吧 对于周兰军的选择 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会